聽到喝全糖其實還滿可怕的 因為現在其實真的 越來越多的國際研究都說 小朋友不要給他吃過度的糖 因為他整個就會很暴躁 然後他的大腦發育會有問題 然後他就會有越來越多這種 注意力不集中 或是過動的狀況 所以其實我也看到一個 很特別的研究 就是在日本的京都大學 他就找來了大概 200多位的兒童 就是3到4歲 這麼小的一個小朋友 他去看說 他們的腸道菌 的菌蟲 跟他的情緒控管的風味 他們就從他們的糞便檢體 去篩選他們的菌來看看 結果發現說 這一些比較有情緒障礙的小朋友 他們糞便裡面這一種 促進發炎的 壞菌的菌屬比較多 所以他就在深入去研究說 他們的飲食到底 有沒有什麼樣的狀況 果不其然 他們都是比較 比較偏食 偏什麼呢 就是比較偏這種 可能甜食 油脂類 就是比較不喜歡吃綠色的蔬菜 黃色的蔬菜 紅色的這一類的東西 他們不喜歡均衡飲食 所以透過這樣的一個追蹤 就發現說 這些小朋友他們長大之後 真的比較 等不到綠燈 他就很容易生氣 就是情緒控管比較沒那麼好 注意力也沒那麼好 所以確實跟大腦有關 大家聽過快樂荷爾蒙嗎 有 比如說血清素 多巴胺 我們都知道說 如果你可以分泌這樣的東西的話 其實人的情緒會比較穩定 你會比較快樂 比較放鬆 可是這個東西 絕大部分八 九十都是來自於 腸道去分泌跟製造 所以如果我們沒有先去顧好你 消化到你腸道的功能的話 其實 清神方面的一個問題會比較多 常常都處於一個暴躁的狀態